开运168财运龙生来 清代标股拢口力 只要一季的时间 一档股票六层的大空间 到享八折的优惠 重点是今天的加入 再给你三点月的会期 另外特别给你开运三大福袋 一年一度 史上最大优惠 一定要好好地把握 赶紧加入一点的Lite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或直接拨打到端端线 2511 0777 全市民来电的好朋友们 带给你提前打位 清代标股 明儿有限 先讲先赢哦 三点再创历史新高 那成交量今天是3522亿元 还是这么做解析 现场问邀请到两位专家 谁们欢迎到 许永城国际投顾 徐玲林分析师 玉玲老师好 亲爱的李玲家族 家人好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欢迎到 陈一峻分析师 一峻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排名上 光要掌握港号问题 先请教玉玲老师 亲爱的好朋友们 今天有一个讯号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 今天的康瓷 形成了亮灯 攻上掌停板 但是信音两天两支 掌停板之后 却形成了 创高之后的拉回来 那到底信音该如何去看 那当然你所要知道的 一个讯号 1.0会来告诉大家 尤其信音的一个拉回来 1.0先从排面的过程上面 来告诉大家 其实信音的拉回来 是不是可以预期的 而信音的拉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 它其实是要走更长远的路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字卡 其实我们从这张字卡里面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康瓷的亮灯 攻上掌停板 信音的拉回之下 其实的信音的拉回来 是为了要走更长远的路 为什么这么说呢 等一下报复大家展样 除了这样子之外 大家一定要知道是 紧接着MWC的展览 即将要展开 尤其2月26号的展览之前 1.0无论是在东森的盘中连线 或者是在我自己的 一个YT的频道 公开的来告诉大家 实战的操盘手 你要预先的看到未来 当你看到未来的时候 你才能够掌握到 行情的脉动 尤其今天的一个 迅舟亮灯攻上掌停板 今天的华星光 为什么形成了大涨 而我昨天的东森盘中连线 甚至我的YT频道里面 如何来帮大家来去做掌握 还有讯星KY的掌停板 你可以发现到的是 即将CPU的个股里面 到底谁是接棒的力道 1.0等一下报复大家展样 除了这样子之外 大家一定要知道的是 既信音跟康权之后 还有什么样子的股票 你值得重点来去做关注 所以今天1.0要上新菜了 所以这个新菜它叫做什么 它叫做黄袍加深 尤其龙年的开始 黄袍加深一定非常重要 所以既信音 大转三成之后 既康权亮灯攻上掌停板之后 这一档黄袍加深 你一定要在刚刚起掌的时候 跟着我一起采取低阶布局的策略 大转最好战的一段 好的 那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的是 以目前大盘的一个走势图来看的话 其实你要知道的是 目前的大盘它在什么样子的区间 而大盘在 应该是说在1月17号 震荡压回来的同时 我们特别告诉大家 它是一个第一阶布局的买点 而今天的大盘有一个重要的观察 什么样子的重要观察 也就是上涨的加速 它小于下跌的加速 那很显然呢 从同乐指标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的结构其实不太好的 今天最主要是在拉大型的 比较全值的 比较重量型的个股 但是呢 有一些中小型的个股 形成了一个压回来 而在压回来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发现到 CPO网通的扩散效应 尤其逊州亮灯工上涨停板 而这样子的低价的个股 到底它能不能够来去做低接 等一下1.0会告诉大家 还有本周四的一个呢 挥达的财报 这个呢 挥达的财报 它到底能不能够 符合市场上面的预期 但是1.0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认为挥达的财报 已经事先的预期反应过了 因为从挥达上季 每股的营运来看的话 是能够上看到4.59美元 尤其营收有望成长 两倍以上 所以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挥达的财报 其实是符合预期 但是没有办法达到 亮眼的标准 所以AI的个股 它会形成轮动轮涨 所以高级期的个股 你不要去做追高 反而是压回来 缩量遇到前波支撑 游手 它是一个低阶的机会 那然而今天有一个重头戏 就是联友 联友呢 它结盟安眸 那到底呢 结盟安眸之后 它会不会往IP 细致财这个方向 来去做一个进行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 来去做探讨 那当然大摩呢 它也特别喊到说呢 瑞玉 瑞玉呢 在今年的本业 是持续的成长 那到底 持续的成长力道 能不能够延续到 今年的整年度 或者是2025年 所以今天的行情 我给一个脉动就是呢 因为今天的大盘 是由台积电领军 来去做带动 但是结构比较不佳 所以今天的下跌加速 是比上档加速还多的 所以呢 第一个操作策略 在日KD 在相对高涨的过程 我给我全画面 日KD 在相对高涨的过程 当中呢 记得 个股不要去做追高 但是如果真的要去买的话 资金要去做一个 切割的一个布局 那当然我们再来看一下呢 其实在 过年之前 1月17号 当大盘来到了 季县的下方的时候 我相信 我是全市场 唯一一个老师 在季县下方 告诉大家 跟着我来 找寻低阶布局的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有多么宝贵 那这张图呢 其实在告诉大家的是 你要跟着什么样子的老师 你要跟着 懂 看情的 行情的 转折 关键的老师 尤其今天那个大盘 大跌的过程 尤其在过年之前 大盘 跌到季线下方的时候 你采取什么样子的操作思路 那然而呢 在过年之前呢 可能很多老师都告诉大家 要多一点现金来放在手中呢 不要太多的股票 但是你可以发现到 当你呢 听信这样子的一个言论之后 你会发现到很多的股票 你都会措施很好 在过年之前 低阶布局的机会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是1.0 跟你的老师有所不同 我有所不同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知道是 跟着我的一个讯号 你就能够掌握到 接下来的移涨 起涨个股的关键 那然而呢 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探讨是 因为下周的重头大戏之一 就是MSCI大展嘛 其实呢 我这一段时间当中 都一直告诉大家 其实每一个季度 都有每一个季度的一个重头戏 而本周到下周的一个 重头大戏就是MSCI的大展 而这个MSCI的大展呢 它会引动像是CPO 像是网通的个股 形成轮动轮涨的效益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今天的逊周 是亮灯工上掌停板的 那这个逊周呢 它算是一个低价位 而且呢 算是整理了 盘整了一段时间之后 今天拉出了一根长红K 所以我们后续要特别去观察 逊周它背后的筹码 那如果这一根长红K呢 是属于一个短线当冲客所为的话呢 它就容易形成了 隔日的冲高回落 那当然逊周的亮灯工上掌停板 我一定要特别跟大家提及一下 康权电讯 那或许呢 你对于这一档标的呢 比较陌生 但是呢 今天一点要深入产业的动向 来告诉大家 康权电信的一个呢 背后利基 因为1.0领先市场 掌握到你看不到的未来 那为什么今天的康权 能够亮灯工上掌停板 为什么今天的讯息 能够形成了大量的突破 甚至我昨天才在东森盘中连线 特别告诉大家的 第一基期的华星光 值得大家来去做一个低阶布局 今天的华星光就大掌半跟掌停板以上 所以这个就是操作的节奏 然而你一定要知道的是 其实1.0呢 它1.0是一个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出来的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领先看到你看不到的未来 尤其我刚刚买了一个伏笔哦 我说呢 康权电信的这一档标定 为什么我们的家人 能够在起掌之前 不是今天掌停板才去追 而是在康权电信震荡 拉回来的同时 带领我们的家人 来去做提前卡位的动作 然而你一定要知道是 康权电信它具备什么样子的利基点 同样的尤其本业 你要知道康权的本业呢 最主要是在做光通讯的部分 以光通讯的部分来看 来导播给我全画面 我们可以发现到 其实呢 康权电信呢 以WiFi 7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的一个换代是持续的成长的 在WiFi 6到WiFi 7的需求 持续成长的过程当中 它后续的营收也会看窍 这是第一点 那当然大家有没有去注意到 康权电信的一个呢 去年从9月10月11 12 这几个月的营收都不好 都形成了月减年减的一个态势 但是背后埋了一个伏笔 什么样子的伏笔 大家知不知道 因为呢 去年第四季台币是不是升值 在台币升值的过程当中 它又是收美元的 所以会造成汇兑的损失 所以在利率的冲击之下 所以导致它的第四季的一个本业是衰退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是本业开始谷底翻扬了 因为今年度开始大家要知道 从下半年甚至呢 今年度的就是下半年之后 美国会开始降息 美国开始降息 那投资人开始买房的过程当中 它的光纤用量就会开始提升 那当然我刚刚跟大家讲了这么久 要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它的独家技术 它的独家技术叫做什么 叫做DPU 什么是DPU啊 其实简单来讲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呢 像我们一般请 像我们装中华电信 我们不是要请别人来安装吗 所以呢它可能要打洞啊 要穿孔啊 要钻墙啊 要弄了一个很长的线啊 但是有了一个DPU的 这样的技术时候就不用了 也就是说这个DPU的技术 它透过了一个插座 让光纤可以直接来去做流通 所以DPU的技术 它是台湾最大 而且是独有的厂商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因为有这样的DPU的技术 美国的偏远的一个地区 透过DPU的技术 能够直接传送到你家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一点你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 今年的本业开始谷底颁扬 更重要的大事是 它还独家得到 印度电信商的大订餐 所以后续的营收会开始大爆发 所以这一点 大家要特别来去做关注 所以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的是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能够布局在起掌之前 能够卡位在康权电信 还没有亮灯 弓上涨停满之前 能够在起掌之前 带领我们的家人 来去做一个提前 来去做卡位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相信看见 大站涨停就是你的 那除了康权电信之外 今天一点零没有办法 这么仔细跟大家讲 什么是CPO 什么是细光子 什么是网通 但是一点零每周日的 早上十点半都会录制一集 叫做产业一点零 所以大家还没有订阅 按赞分享的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一点的股市 一点你许玉玲YouTube频道 因为点亮半导体的未来 它需要什么 它需要像是细光子 CPO的一个趋势 所以如果你想要掌握到 接下来的受惠的个股 欢迎你订阅按赞分享一点的股市 一点零使玉玲YouTube频道 那然而你可以发现到 是像前一波的前顶 为什么我们能够掌握到 那当然前顶 我们在创高附近 有做获利卖出的动作 把最好赚的利润 放在口袋当中 那除了前顶之外 我还特别告诉大家 其实个股 它会有一个操作的节奏 而这样的操作的节奏 你一定要知道 高基期的创高的 你可以先来去做一个 逢高获利卖出的动作 那低基期的个股 就可以来去做一个接回 所以我们选择了 去年我们的代表作之一 就是华星光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华星光的 这一张的一个个股里面 它去年大幅度的表现 而且大幅度的翻倍成长 在经过长时间的区间整理之后 今天算是带量突破了际线 那它又跟麦威盒合作 来去开发CPU的交换器 所以我刚说过 从现阶段的一个Wi-Fi的一个发展 从Wi-Fi 6到Wi-Fi 7 它是最大的受惠格 而且它的位阶又比较低 上涨空间还很大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布局的 小老鼠OK1788 是你最好的操作思路 那当然今天的一个讯星KY 亮灯工商掌停板 我们早就预料在里面了 因为讯星KY 它已经得到了 像是Block Kong的一个 晶片大厂的订单 它算是IC封测相关的个股 我们也在压怀的过程当中 提前卡位跟提前布局 所以也恭喜林宁佳泽家人 掌握起掌的标的 这个叫做相信看见 当然涨停就是你的 那然而今天要跟大家探讨一下 IP细次财 这一波正规军 像是世行KY也好 甚至这一波的一个 个股也好 都形成了涨多的拉回来 但是今天有一个消息指出 传出莲勇要跟安谋来去做 结盟工IP的战场 好 姑且我们不论 这个消息是真还是假 但是从筹码或者是 股价的一个集中表现里面 它出现了一个 跳空走涨的态势 所以很简单 跳空走涨之后 我们以这个缺口来当作是 接下来的多方防守价位 那我昨天还特别告诉大家的是 因为其实一月份的营收 杨智是形成了年月双征的态势 它也积极在开发ESIC的领域 所以在昨天大涨今天急功的过程 我问大家 今天连杨智的部分 是应该要站在买方 还是站在卖方 给大家三秒钟的思考 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想清楚你的标准答案了吗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 操作其实是有策略的 就像杨智的这一档标的今天短线急拉 我认为来到33.95 遇到前高附近 可以来去做一个短架差 震荡压回 再来去做低接 那什么叫做低接的条件 如果想要知道的好朋友们 记得加入一点的Lite 小老鼠OK1788当中 那当然连勇 连勇在AI的一个传输里面 其实记忆体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而连勇当中 它就是DDR5的最大受惠者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 连勇涨势还没结束 压回来就是要找低接布局的机会 那然而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你最关心的是信音 信音为什么 昨天攻上涨停板之后 今天却形成了压回来 而这个压回来 到底是结束 还是中继战的买点呢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其实如果你是1.0的一个团队 你会跟着我买在二字头的买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我昨天也特别跟大家讲 OpenAI它最近推出了一个叫做Sara 当我讲过Sara之后 我今天就不用特别再强调 这个女人穿着皮衣走在东京的下雨的街道 那当然我讲的这个话是用文字生成影片 这个文字生成影片多可怕 也就是说它会打趴很多好莱坞的大片 就像你所看到的像是华纳的电影而言 或者是金刚狼而言 他们都是需要用到非常大的动画 但是有了这个AI之后 哇 这样子的一个制片商机 它就能够产生 所以它会冲击到很多的一个影视内容 那当然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生成这一段影片它需要什么 它需要很大的一个算力 以及很强大的一个记忆体的部分 而记忆体当中 就是以DDR5来去做一个衡量 那为什么我说 信英它今天的拉回来 休息是为了要走更长远的路 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其实信英 你如果跟着我买在二字头 今天的涨多拉回 因为昨天快打到四字头 那来到四字头的一个部阶 短线而言 前天做追高的人会不会去做获利卖出 会 所以你如果跟着我买在二字头 拉回来的买点的话 你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因为你的成本就比别人少了将近20%以上 所以今天的一个信英的拉回来 我认为是一个洗盘震荡换手 而这个震荡换手之够 接下来它还会再上 那当然信英的利基点 你一定要特别来去做指导 因为我昨天还特别的做了一张 信英的一个未来 也就是说信英它最主要有三大区块 第一大区块叫做记忆体 导播可以有全画面 也就是说刚刚记忆体的部分 我说过AI它最主要是要用到 AI的这个记忆体 尤其是DR5的部分 那这个DDR5的部分 它又分成收定跟隆定 收定的部分就是比较短的 就是记忆体的插槽 而这个记忆体的插槽 它最主要是给NB来去做使用 而隆地它是已经通过了AI伺服器的认证 要通过AI伺服器的认证 这个是不简单的 那第二块呢就是散热 而散热当中它跟谁合作 它跟泰塑来去做紧密的合作 那1.0其实得到很多的消息 但是有时候呢 节目上面不方便说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泰塑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 它是做军热片的 而这个军热片也得到了亚马逊的订单 切入到Amazon AI的 ASIC的一个供应链 所以呢光是呢 记忆体它会做一个成长 光是一个呢 散热它会去做一个大爆发 还有本业的部分 它也会来去做一个主体翻扬的态势 那当然呢 我明天会特别针对于信音呢 它在中国的布局 尤其呢它在去年呢 特别把它的信音国际 来去做一个A股的上市 那上市募集的一个金额 远远超过目前信音的性质 也就代表说呢 信音的这一家店 这一家公司呢 它的潜在爆发力很强 尤其公司的一个呢 资金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它会跟很多好的公司 来去做结盟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信音哦 它只是震荡拉回来 而拉回来哪里是一个机会 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跟着我二字头 买进信音的好买点的话 紧接着信音 哪里是压回来的机会 请你加LINE 小老鼠OK1788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电话来问1.0 那当然因为我知道 接下来的信音的目标价 会上看到哪里 只有1.0知道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跟上我们最新的操作 记得加入LINE 小老鼠OK1788当中 那当然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散热 其实今天没有太多时间 跟大家讲散热 但是散热之前也跟大家布局到 像是骑猴 像是双猴 尤其是双猴 双猴已经成为一点的代表 坐在250块钱低阶布局 所以当时我还特别告诉大家 谁能研发 有没有跟建策来去做一个大PK 所以我们掌握到双猴最好战的利润 那当然你一定要知道的是信音 两天两支掌停板之后 形成震荡压回 哪里是低阶的机会 请你跟上我全新布局的焦点 那康权的电信 今天亮灯工商掌停板之后 谁是接下来的接棒股呢 这一档个股 黄袍加深 不要错过了 因为它有两大厂商的受惠 哪两大厂商的货惠 这两大厂商都非常的大 有灰达 有英特 还有富爸爸的加持 更重要是 它有独家的AI关键技术 而黄袍加深 短线上涨幅度有三成至五成的利润 而且现阶段刚刚才要起飞而已 跟上我起掌布局的机会 然而开运168 财运168 而且开只要一季的一个时间 六成的大空间 再享八成的优惠 更重要是今天的加入 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另外再给你开运的三大负担 前十名来店的好朋友们 带着你提前卡位 带着你提前布局 名额有限 先讲先赢了 好 那么更多的操作人见 往回来继续再请玉琳老师 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国序点灵 我们这把时间交易玉琳老师 亲爱的老朋友们 下段班要跟大家特别交代一下 尤其是目前的一个均华 或者是魏华科 形成的亮灯工商掌停板 到底设备股还有没有黑马呢 而在目前盘面的过程当中 哇 上药集团非常亮眼 到底会不会复制神盾集团的走势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到 将是这一波的一个军豪 或者是魏华科 形成了一个大涨 而大涨过后 它一定会有一个获利的卖 大家要特别去做留意 而上药集团当中 它是领头羊 永结的部分 今天涨多形成的拉回来 要懂得来去做调节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上半年COAS的一个设备股 的一个操作思路 以及圣药集团的操作色略的话 欢迎你加入一点的 Lite小老鼠OK1788当中 那当然1.0 你先看到大家看不到的未来 尤其是如果你想要知道 君豪它是如何来去做一个 涨的一个部分的话 这一张字卡 我也会放在Lite的首页 那当然我也掌握到 像是智原跟双红的目标价位 我们掌握到250块钱的 一个双红最好的买点 甚至信音两天两支的 攻上掌停板 震荡压后来请你跟上 我第一阶布局的机会 还有康拳亮灯 攻上掌停板 所以既信音还有康拳之后 黄袍加深是你接下来 布局的关键 因为它掌握到独家的 AI关键技术 短线上档的幅度 将近有三成至五成的幅度 尤其开运168 财运中中癌 只要一近的时间 六成的大空间 赞享八折的优惠 更重要是今天加入 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另外给你开运三大福袋 全十名打电话进来的好朋友们 带着你提前卡位 带着你优先付局 迷人有限欣赏欣赏欣赏哦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享 开运168 财运龙中来 新代标普拢口里 只要一季的时间 一档股票 六成的大空间 赞享八折的优惠 重点是今天的加入 再给你三个月的会期 另外特别给你开运三大福袋 一年一度史上最大优惠 一定要好好地把握 赶紧加入一点的 LINE ATT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或直接拨打到端端线 2511 0777 2511 0777 全十名来电的好朋友们 带着你提前卡位 清代标普 名额有限 先假先赢哦